Pincoid是在2012年開始營運 我們有三個共同創辦人,分別是Peter、Mike和Mike 我是最左邊那位,中間的Mike他是一個設計師 他一直以來都在舊金山 現在在講話這個時間他也在舊金山 所以我們一開始創辦Pincoid其實就是遠距離工作 跟大家講一個小故事,在我們創辦Pincoid的時候 老實說,我們三個人都沒有見過面 我們是Totally Stranger 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在決定要離開Yahoo 然後準備要回台灣創業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在美國寫了很多E-mail 搜尋台灣的部落格 我那時候想說,我自己一個人可能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我需要有夥伴 所以我用Google搜尋,搜尋台灣的相關技術文章 然後找到很多不同的人 然後找到他們E-mail,一個一個寫信給他 我都會介紹說,我是Peter 我現在在每個工作 然後我之後要回到 想要回到台北創業 然後很有趣的是,我記得二十封E-mail 有十封跟我說你是不是詐騙 的確,這樣的E-mail的確有點像 我是要騙你加入這個創業團隊嘛 所以也是一個詐騙的行為一種 但是不是大家想像的那個詐騙 好,二十封裡面正好有一個回信 有一個還蠻正常的回信 然後我就在那時候是MSN 我在MSN跟他聊天一下 就說你現在在幹嘛 然後其實我沒有想太多 我就覺得說OK 我就丟了一個問題給他 有點像是面試的問題 然後interview 我就想說這個人 他的專業能力大概是怎樣 然後他也給我很不錯的回答 然後我就說OK,好 我下禮拜三的飛機到台北 那我們禮拜四在台北見個面 所以就這樣子我就認識了Mike Mike他一直在台灣 他也是你們交大學長 對,所以我在透過網路認識了Mike 然後他成為我們公司的第一個 成為我的第一個partner 然後有兩個展覽工程師還不夠嘛 對不對 因為Pincoin他是一個設計商品的網站 你要有技術你要有設計 你要有一個人對美感非常的強烈 他了解使用者的行為是怎樣 使用者要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還缺少一個人 那時候我就透過矽谷的一些朋友 然後正好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欸,Peter,Peter 我認識一個才女 然後他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在矽谷很多不同的新創公司 有很多很棒的經驗 好,然後我就說 那你幫我FacebookConnect一下好了 幫我介紹朋友 所以我就在Facebook認識了Mike 我也沒見過他 我只看得到他的大頭照而已 好,我就在Facebook上面跟他 用FacebookMessage簡單的聊一下說 我要創業,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想要做在亞洲幫助設計師 那簡單的聊了一下 Mike就回我一句 你讓我想一想,想一天 隔天他就回我說 OK,Let's do it 老實說 大家可能現在有很多文章在說 你要怎麼找你的Primer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非常幸運 因為好幾個不同的Message 的聊天我們就可以彼此信任 可能剛開始,OK 你三位有感覺說 你這個人是可以信任的 但是你其實不曉得這個信任可以多深 隨著我們開始信任 那時候Mike他 早上有工作 晚上跟我們一起在創業 所以他其實是Part-Time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跟Mike是Full-Time 全職在做這件事情 那也在這樣的遠距的共識的情況下 然後在不同的討論、爭執 甚至吵架的過程中 慢慢培養出對彼此的信任 那我覺得一直到現在來看 我們三個人還是非常合作 非常愉快 我們直話直講 我不同意你 他們就會直接說 那我常常也會問他們說 我哪裡做的不好 請他們直接跟我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美國文化 美國文化就是非常的直接 我不需要拐彎抹角 I think you're not doing great Just tell me 這是亞洲文化比較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當我很直接跟你講說 我覺得你這個idea可能不太work 台灣人可能會心裡面想說 心裡想 你為什麼說我這個idea不work 我明明就覺得很棒 但是台灣人不會想說 OK,那我想聽聽 你的觀點為什麼覺得這個idea不work 老美對這樣同樣這個問題裡面 他們其實是非常正面的 他覺得 你可以說我這個idea不work 但是你的理由是什麼 我聽聽看 是不是我忽略到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的想法 帶來給我另外一種不同的觀察 跟亞洲的一般的思維是不太一樣 亞洲思維就是說 這個人就直接絕交 然後從Facebook移出好友 類似的 好,所以 我今天分享的是真的就是 我是台灣人 我在台灣長大 我在台灣人長大 我是一個鄉下的小孩 我講的國語台灣國語 但是我講的英文 is perfect I think my English is really really good 你在 Silicon Valley 你要每天跟每個不同的白人吵架 我覺得這需要一點skill 台灣人很少很少能夠 你要擔起你的責任 責任越大 蜘蛛人有句話 大家看過蜘蛛人 責任越大 Great power comes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責任越大 責任越大 你的能力就越大 細古文化一樣 你責任越大 你的報酬就越大 但是你要負責起這個責任 你肩膀要扛下來 好,簡單的background 剛剛提過的 我是Peter Mike 他主要就是 他是我們的負責設計 他在美國的紐約的Parsons 也是全世界頂尖的設計學院 之後在美國很多新創公司服務 Mike 是腳踏學長 這是我們早期的Pinkoi團隊 其實剛開始 在做Pinkoi之前 我們失敗了六個網站 我們在一年內 我們失敗了六個網站 那這個六個網站 其實有兩個網站 還得到台灣政府的 就是第一名的獎項 所以我最後realized到 得獎 其實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們前面六個project都失敗 真的就失敗 一年內我們就把它關掉 有些project是賺錢的 但是他其實 那時候我們關掉的原因是因為 這樣的project 可能可以養活一個十個人的公司 但是他沒有辦法創造一個國際型的企業 當我們想要做一個國際型的平台 國際型的企業的時候 十個只能養活十個人的Basis Model 沒有辦法去Sustain 我們這樣的成長 好 剛開始我們辦公室是在我 從美國回來 在台北租的一個公寓裡面 就一個小房間裡面 我那時候住的公寓其實只是十坪而已 老實說從美國那種地大物博的地方 回到台灣只有十坪的 十坪大的公寓 讓我覺得非常的 直接想要打包 然後回美國 那時候回到台灣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在網路上找到這個房子的 然後它正好是我母親的台北朋友的房子 然後我就在電話說 這個房子到底好還是不好 他在信義區的 他說我媽就跟我說在信義區 信義區 好像不錯 因為我在台灣認識老實說不太多 信義區不錯 但是他忘記跟我講 他在信義區的無心街 的山上 好 那大家如果知道信義區 信義區是一個 大家常去那些 百貨公司華納維修市最精華的地段 你再往山上走 那個路就變得非常非常小條 然後那個整個就是從一個 你好像覺得你好像離開了天龍果一樣 它是在一個 那邊就相對的是比較純樸一點 好 那我就說 我那時候也沒有想要花時間找房子 老實說 我那時候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趕快有張桌子讓我可以開始做事情 什麼事情都不重要 家具有沒有來不重要 洗衣機有沒有來不重要 Whatever 我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時間最寶貴 你一旦辭掉工作 我有太太 我有一個小孩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有張桌子我要開始工作 我要開始創業 我要開始想辦法去 Grow the Business 所以我就 連想都沒想 我就簽約了 簽約看到這個房子 我真的跪在那邊哭了 我想說怎麼這麼小啊 然後又很潮濕 因為他在山邊 然後交通非常不方便 所以回來台灣第一年 我太太天天都非常非常不滿 到現在他偶爾 吵架生氣的時候 還會提到說 都是你把我們從美國拖回來 老實說 你在美國工作過生活 你其實真的完全不會想回來 在美國你吃的東西都是 沒有所謂的食安問題 你吃的都是生機 生機蔬菜 生機飲料 生機的牛肉 跟豬肉 然後有美好的陽光 對不對 然後有 你可能非常便宜 就可以買到很好的車子 其實在美國 只要你願意認真工作 你就是天龍果 你自己可以享受 天龍果所有的福利 沒有人願意回來 對 所以 我算是 在這個過程中 唯一的一個笨蛋 要回來做這件事情 我太太那時候 一直在討價 反正就是他非常不喜歡這個決定 非常非常討厭這個決定 他說你有車子 你現在騎了一台20年的機車 然後載著小孩 What the hell man 就是他在跟你抱怨的時候 你心裡也會想說 我好像真的做錯了 我不應該為了創業這件事情 拖累了兩個人 拖累了一個還不到一歲的小孩 跟我的太太 好 所以 我覺得這是過程 那 剛開始Pinkoi 在我們 食品大公寓裡面的一個桌子 我跟Mike在上面工作 那在那個桌子上 我們失敗了七次 失敗了七次 一年內我們把所有的網站關掉 很專心的做Pinkoi 然後 之後我們就到 另外一個辦公室 最後到政大公器中心 台北市有政大公器中心 那是一個 政大在台北的老校區 他們其實沒有再使用了 那個 教室非常的破舊 教室非常的破舊 然後 但是房租非常的便宜 非常適合創業 我們那時候就租了這個空間 很多很多國際的投資人 老美 他們 有時候要來看我們公司的時候 他就 打電話給我 Peter Where is your location? 我說 我們在某一個地方 在學校裡面 他說 蛤? 在學校裡面? 你知道老美的反應是什麼嗎? 他一進來就說 Oh, this is crappy 就是說這個地方很髒很爛 連廁所都很 就是 我相信學校的廁所 學校的廁所都比那個地方好 因為那個地方真的沒有人在使用 所以他是 頂多他大概一兩天 會有清潔人員去清潔 但是其實他的設施 硬體設施是非常非常的不好